刚才说实话你心里替代的很有问题吗 实话实话 挑战自己吧 想挑战吗 我还是 我还是成熟一点吧 别人挑战自己了 怕闪着舌头 不是 相信大家对于杨子和张一山是再熟悉不过的 他们俩都是同心出道 在很小的时候呢 就因为出演了热度非常高的电视剧《家儿女》一炮而红 当时在这部剧带给了很多人欢乐 成为很多人童年的回忆 在播出之后 这两人也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如今呢 也都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人物 他们相识了十几年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他们都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曾在微博之夜采访时还调皮的户怼 记者问杨子 今年有什么愿望 杨子乖巧回答后 导带王张一山就说 这很可能是终身目标啊 希望可以越来越瘦吧 这可不是小愿啊 这很有可能是终身的目标 你说一个切实际的好不好 希望就瘦个五斤吧 这个可以啊 这个也挺麻烦的 可能这个愿望会延迟到后年 两个有趣的灵魂碰撞在一起 场面一下子就变得很有趣了 杨子和张一山近年来 事业的发展还是挺顺利的 但这条演员道路呢 并非一帆风顺 杨子曾因为长相不够甜美 而遭到宋丹丹老师的劝告 孩子啊 你不够漂亮还是专心去学校学习好 杨子呢也因此一度怀疑自己 但他并没有想要放弃 反而开始磨练演技 在后来有一些角色找上他时 他也紧紧的把握这些机会 在一些小角色里面啊 慢慢学习向前辈们讨教 而后来演技呢 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不满足于现状的他 开始自己去找剧本了 自己去试戏 他相信自己有能力突破自己 于是他慢慢的主演了很多热播剧 塑造了一些比较经典的角色 前途一片光明 而张一山就不太一样了 在和杨子同个大学毕业以后 他并没有继续拍戏 以至于很多人又以为 他要退出娱乐圈了 沉寂了一段时间的 他似乎多了几份笃定 他凭借鱼罪杀毁娱乐圈 这部剧呢 也可以说是他事业的转折点 开始活跃在大家的视野 两个人的活跃 让粉丝们不由得 把他们捆绑起来 两个人的交情 不是爱情却胜过爱情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杨子和张一山在老爸回家里 还演过一对情侣的 这可圆了好多粉丝 这么多年来的CP梦了 在剧中的杨子和张一山 即使是饰演的情侣 但又让观众朋友们 又回到了家有儿女的感觉 相爱相杀的剧情 让CP粉们大饱眼福 其实有很多粉丝 还是希望他俩能够真正的在一起 但他们自己却表示 他们是最好的哥们 或者说从友情进化 到了亲情了 虽然两个人经常会相爱相伤 但是大家也非常的羡慕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杨子现在不仅是一位演员 他还有一个老板的身份 之前还开了一家热度 非常高的饭店 而且张一山也经常会到 杨子店里捧场 每次美美的搓饭之后 准备结账时 他总是会拒绝付账 而且给出的理由 也让人无法反驳 因为他总是会说三个字 记账上 店里的服务员 现在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从这件事情中 也可以看出 两个人的交情也太好了 也希望他们都能够 早日找到真爱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